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很開心嘛 先謝謝媒體投票 完成這個二連霸 其實蠻不容易的 其實也比去年更突破自己 所有的數據都要更進步 我覺得很開心 謝謝劉榮華劉教練 因為他從我春訓 然後一直到比賽的最後一場 這中間他每天都會跟我講一些 我自己的問題點 然後就是透過賽前練習 然後去討論然後去修正 所以導致我今天手臂更穩定 我覺得就是先把自己好的地方 延續下去嘛 然後看教練團那邊還有什麼地方 我們在討論再去修正 然後就讓自己變得更好 沒有因為本身就有用髒辯嘛 那其實只是把金色拿掉 然後想說走開黑色系的感覺這樣 覺得還不錯 然後就覺得還蠻喜歡的 我覺得我不是來參加那個職棒的頒獎 是參加金曲獎 真的要換一首嗎 不要 今年一開始表現得不太好 但其實蠻感謝就是教練團 然後也感謝自己沒有放棄 然後一直到後面 然後其實蠻不容易的 然後就一直在這條路上努力嘛 誰也不會去設想說 我要進年度MVP入圍 這個都不會是 大家一開始會去想到的事情 但我覺得很棒的點是 大家都很努力在今年圍球隊貢獻 然後付出 然後更開心的是 就是沒有受傷 然後可以很享受的在場上發揮自己的能力 所以就覺得 在球場上大家就很開心 都能夠一起為台灣人放球 然後付出 然後努力這樣子 其實真的很開心 因為算人生第一次獎項 然後 因為安打王 就是一整年的表現都要蠻穩定 所以是對自己的肯定 就是可能在 一場不好 或兩場不好的時候的轉變 算 今年算調整得還不錯 就是沒有一直在 持續的不好下去這樣 其實沒有 因為到球技後半段 最主要就是球隊要爭冠軍嘛 那時候也沒有到想到個人獎項 就是專注在幫助球隊 然後想辦法幫球隊拿冠軍這樣 其實打擊的都還蠻想要拿到的 因為自己算比較 比較打擊型的 打者 的球員 其實蠻多人的 因為 看像山董 有他的付出 才會為全龍球隊 然後我們教練團 後勤團隊 防護團隊 我覺得 比較想感謝是防護團隊 因為 我前兩年都是受傷 復健出來 就是受他們的照顧 然後他們都把我顧得很好 然後讓我身體素質 可以健康打完一整年這樣 就很感謝各位媒體的肯定 那就是很開心可以連續三年都拿到這個獎項 對 接下來要進步的地方就是 就是 失誤就是再少一點 對 就是 對 希望可以像解線學長這樣 就是用零失誤拿到這個獎項 對 可是我覺得你要我不拚 就是 我可能反而做不到 對 所以 不會這個 這個習慣不會去改變 那就是想辦法讓自己的 手配率再提高一點 再穩定一點這樣 我自己也沒有辦法 掌握說我可以 打多久 那 其實很珍惜在這個舞台上的機會 那 在場上就是百分之百 然後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為就是球隊 球隊的人嘛 就是煽動虛動啊 然後 嗯 我覺得 葉總他們 每個教練團都很辛苦 那 我覺得要特別感謝就是 我的隊友 對啊 就是 每一個人都會有 起起伏伏的狀況 那 大家就是 都團結在一起 互相鼓勵 互相打氣這樣 有啦 教練團有 你別害我 對啊 他等一下來揍我怎麼辦 火哥隊友 就是 確實比較嚴厲 那 他就像我 第二個爸爸這樣 對 那也是真的很感激有他 從 從二軍那一年開始這樣一路 定定定定定定 定到現在 對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讓他 神經一點 身上最多我覺得應該是心態吧 嗯 心態 讓自己 比較 沉穩一點 然後 遇到 危機了 然後更有 想法去解決 對 想感謝很多人 像葉總啊 然後 補手家 然後 贊助我手套的 高大哥 其實滿很多很多 還有幫我整理手套的 小松哥 這些人都是 一路上的貴人 就是 資源上啊 心靈上 然後都幫助我一直在成長 很重要的人 爸爸沒有 我超過他了 他其實也滿開心的 他說 我長大了 對 因為就是 做到他之前 沒有完成的 算是一個里程碑嘛 然後我幫他達到了 他覺得可能也滿欣慰的